好 他这个做一个加减之后呢 他会是一个多项是 A是二次项系数 B是一次项系数 C是常数项 所以我们根据这一句 我们知道 原式二次项会是7x平方 一次项-6正7 所以是正的x 常数项是加5减5 所以是0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知道 A会等于7 B会等于1 C会等于0 把他再做一个代入 把A等于7 B等于1 C等于0 带入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答案就会出来了 C等于0 所以这个地方就不用看他 A等于7 7x加1 再加上x平方加2 所以会等于x平方加上7x加3 这是我们的答案 B会等于6 3 6 5 6 9